成本核算方法有哪些? 成本核算方法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成本计算对象, 即产品的品种、批别、生产步骤。 而成本对象的不同形成了品种法、分批法、分布法三种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法。 品种法是以产品品种为成本计算对象, 来归集生产费用、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, 适用于发电、供水、采掘、玻璃制品和水泥生产等。 分批法是按照产品批别、规及生产费用、计算产品成本的一种方法, 适用于单件、小批生产类型的企业。 分布法是以产品生产步骤和产品品种为成本计算对象, 来规及和分配生产费用、计算产品成本的一种方法, 适用于冶金、水泥、纺织、砖瓦等企业。